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中大连颜口盘景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零上6度到8度 其他地区9度到13度 今天阳光普照 全省晴朗 大家可以适当地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 预计本次升温将持续到周一 但是周一的西南风比较大 陆地风是4到6级 阵风7到9级 需要加以防范 下周二 新一轮冷空气将会到来 辽宁中东部地区会再次见到雪花的身影 现在气温是起起落落 又到了每年乱穿衣的时节 大家一定要及时地增减衣物 那具体的天气情况 欢迎关注七点钟的早间气象站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内蒙古阿拉扇左旗露天煤矿坍塌事故的救援情况 22号 内蒙古阿拉扇左旗新井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发生大面积坍塌 多名作业人员和车辆被掩埋 目前事故已经造成6人遇难 6人受伤 仍有47人失联 根据专家组制定的救援方案 要在坍塌体东西两侧同时打通救援通道 让更多机械进入现场进行不间断的救援 我们来看看记者从救援现场发挥的报道 我们现在依然是在这次坍塌事故的救援现场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实际上是在这样一个坍塌体的正对面 在南坡的一个更高的点位 在这个点位我们可以注意到 那么现场我们之前专家组制定的东西两侧同时开进的救援通道 已经全部打通 在我的左手边大家看到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工程机械 正在从这个塌方体的左侧也就是西侧在不断的清运吐石方 那在塌方体的上方我们注意到 在不同的平台还有多部的挖掘机正在加快进行这样的剥离作业 那与此同时镜头缓缓向右摇 我们注意到在右侧的这个通道 依然是有大量的机械还在加紧进行这样的清理剥离以及清运的工作 我们了解了一下目前现场作业的大型机械呢 已经超过了50台 而且现在还在不断的从各地调集更多的大型机械来 来加快我们的救援进度 那么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整个这个塌方体还是体量非常的大 那么为了保证我们救援的安全 在我旁边大家注意到 在这个滑坡体的正对面也架设了这样的边坡雷达 它的目的就是来24小时不间断的去监测 坍塌体的边坡的位移情况 一旦出现危险信息的话 他们就会及时的发出警告 来让下面的救援人员及时的撤离 来保证整个救援的安全 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场不止这一台的边坡雷达 目前呢已经架设了4台的边坡雷达 在周边的这个山坡之上 那么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边坡雷达 正在向这里聚集 通过加密监测来保障我们救援的安全 应急管理部24号召开 全国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内蒙古露天煤矿坍塌等事故教训 严抓严管矿山安全 立即开展矿山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重拳治理违反设计规定改造 露天矿山边坡角抄设计等重大风险隐患 严厉打击违法盗财 违法违规生产建设等严重违法行为 要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好 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浏览天下大事 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国内资讯 为维护猪肉市场稳定 日前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开展今年第一批中央储备猪肉收储工作 计划完成收储数量7100吨 去年6月1000颗养子精一号种子 搭乘神舟14号载人飞船飞越太空 返回后部分种子发芽长成幼苗 日前科研人员将其中12株养子精幼苗 从培养箱移植至大盆 这标志着在太空遨游半年的养子精种子 顺利初苗移植 昨天上午由我国航空工业 自主研制的第四架大型灭火水上救援 水陆两栖飞机昆龙AZ600M 在广东珠海首次飞行成功 这是研制批全状态新构型灭火机中 最后一架完成首飞的AZ600M飞机 其首次飞行标志着AZ600M研制批 全面进入试航取证试飞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 我省开始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发展提升计划 增加公办员规模1.7万名 今年全省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将达到85%以上 公办员载原幼儿占比 平均达到50%以上 昨天上午冰雪滋路杯 全国滑雪联盟积分赛 沈阳战比赛 在沈阳外坡国际滑雪场开赛 本次大赛共设立9场分战赛 沈阳战是其中重要的点位 比赛包括男子单板 女子单板 滑雪平行大回转项目 和男子双板 女子双板 高山滑雪项目 分为成年组 青年组 少年组 共有来自全国各学厂选派的 近100名优秀选手参赛 继续来看新闻 商务部今年统筹开展 全国性消费促进活动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 就是新型消费激发市场活力 新型消费是指包括一系列 新业态 新模式 新场景 和新服务的各类消费 可以有效地满足消费者 对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并促进消费高质量发展 那么现在的消费者 有什么样的新消费偏好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不注重品牌效益 更重视氛围感 热衷体验感 轻松解压 成为时下年轻人 愿意消费的高频次 这个新消费呢 它的潜力是很大的 因为它主要是由 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 来作为主要的引力 这个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呢 会更加地迫发出它的活力和潜力 新的一些零售企业呢 他们更是呢 挖掘新消费的这种潜力和模式 来创新这个场景 吸引消费者 商务部将今年确立为 2023消费提振年 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扩大智慧商店 智慧商圈的保障作用 随着消费场景的不断拓展 大家的消费体验 也在不断地提升 中午11点 在深圳一家商场顶层的平台上 一下架无人机 整齐停放在停机坪 工作人员将传送带上的外卖 扫码 装箱 再挂上无人机就准备起飞 在几公里外的目的地 有智能空头柜等待接收 降落后 顾客凭取件码取餐 方便安全 就大概8到10分钟 比平常我们点外卖 能省个小半个小时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 挺重要的 又稳又安全吧 挺好的 春夕路商圈位于成都市井江区 是四川成都的核心商圈 近年来 罗眼3D 5G示范街区等新场景 丰富了市民游客的文化体验的同时 也给商户们带来了客流 对于我们商户来说 很多智慧的场景 为我们引流增加了 更多的一些渠道 通过线下线上的一个融合 提升了我们的销售额 商圈通过数字人民币等智能支付服务应用场景的使用 移动支付覆盖率达百分之百 商户通过智能导购 云货架 外卖机器人等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 让消费者体验到消费服务的便捷与智能 像商场这样的智能导购平台对我来说就很方便 比如哪些活动在哪个位置都很一目了然 商务部2022年12月底确定四川成都市春西路商圈 江苏南京市新街口商圈等12个商圈 为首批全国示范智慧商圈 发展新业态 新模式 新场景 满足消费者品质化多样化消费需求 科技助力 消费市场会更有活力 不过对于一些特殊行业来说 还是得靠符合相关规范的专业人员手工操作 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昨天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辽宁考区考试在沈阳举办 来自全省各市的40名盲人考生参加了这次考试 今年也是我省作为全国盲人医疗按摩考试考区的第13年 持证上岗 就业有保障 盲人医疗按摩人员的从医职业专业知识与技术水平 就是通过此次考试进行测评的 从2010年开始 累计有930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 其中295人通过考试取得从事医疗按摩资格证书 这次考试就是从去年开始 我就开始准备了 像我们在座的都是应该 一般情况下是11个课吧 差不多 就是内课 外课 商课 儿课 副课 像基本上就是这些为主 还有处诊 然后你就抽钱就行 通过这个考试之后呢 我们的盲人朋友呢 可以取得盲人医疗按摩人员的从医资格 就是可以进入我们医疗行业进行职业 这也为这个我们盲人拓宽 聚业渠道提升聚业层次 乃至后续的职称评审 职称评定和职称进省职业备案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今年是我省作为全国盲人医疗按摩考试考区的第13年 也是外省考生首次在我省报名并参加考试 为落实辽宁省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 省残联积极加强各方沟通 保障考试前期与后续工作势力进行 我们为了接收报名 还有后续一些审核资格各方面工作 也是第一时间和当地省份取得联系 从组织报名到后续的培训 到服务保障做了全方面的安排 这也是我省对盲人朋友提供了一方面的便利 近日沈阳公安交警部门联合快递外卖企业 针对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 开展了集中整治行动 交警部门介绍 逆行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是较为常见的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 随意急行不但扰乱道路交通秩序 也很容易引发事故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 从日常执法来看 部分快递外卖棋手为了追求多跑几单 出现交通违法的情况更为多见 这身边不是绿灯啊 不好意思 这身手无冷吗 这身手无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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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这身边的 那个手不认拿一个 刚才我看到那个 刚才我看到那个这头一层红了 我以为你没看清这点一灯 看旁边那个手把的那种 对对对 你以为这边是绿灯 对 以为这边是绿灯 实际上还是很危险 对对对对对 刚才没客气 随着天气转暖 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市民 也逐渐增多 上午九点半 在北顺城路与大北街路口 两名共乘一辆共享电动车的骑行人 进入了交警的视线 交通安全五小事 一次微小的违法行为 可能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 沈阳公安交警将采取不定期不定时的方式开展行动 持续净化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主要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 咱做一个提示吧 主要是为了自身安全 为了更好的通行 为了就是沈阳的那个城市形象 咱们按道行驶 佩戴头盔 对自身安全是一个保障 为了自身的安全 交通法规一定要时刻记载欣赏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接下来您将看到 电子烟穿上了新马甲变成网红 萌宠可爱的外表下 究竟对人体产生多大的危害呢 豪爽顾客一次花五万买黄金 老板收的钱为什么被冻结了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 手麻 脚凉 养心用好药 专利药 一安宁丸 作为一种治疗关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 一安宁丸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祝您心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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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我到长城非好汉 腰好腿好精神好 祖国山河好威跑 腰椎金盘突出引发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的时候 用输筋剑腰丸 传承四百年陈里记 制药精髓 专要专制 腰椎金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趋疼痛 对啊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里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奶茶杯 可乐罐 猛虎杯 听到这些名字的时候 您会想到什么呢 其实它们既不是饮料 也不是玩具 而是一些换了包装的 调味电子烟 因为有着萌虫可爱的外表 和种类繁多的口味 这些东西成为了一些 年轻人热捧的网红单品 记者调查发现 虽然从去年开始 调味类电子烟 就已经被相关主管部门 明令禁止销售 但是一些商家 依然通过各种渠道 暗中售卖 有的售卖对象 甚至是未成年人 今天给大家开箱 最近很火的 一次性奶茶杯 这个牌子叫茶饮月色 黑加轮口杯 六千口杯 今天有小伙伴 想开门虎杯 马上开一个看看 视频中 主播正在推销的 就是几种调味电子烟 记者调查发现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 也有商家在公开售卖 调味电子烟 去年5月1号起 实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 任何个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不得通过 本办法规定的 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以外的 信息网络 销售电子烟产品 物化物和电子烟用烟检等 禁止销售 除烟草口味外的 调味电子烟 和可自行添加物化物的 电子烟 也就是说 调味电子烟 是明令禁止销售的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本该被明令禁售的 调味类电子烟 在网络上 依然可以轻易买到 记者在这个名为 电子物经销店的网店内发现 共有5款外形各异的 电子烟在销售 价格从60元到90元不等 每款商品页面上 还特别备注着 需要的加微信 当记者添加这个名为 NZ的微信号后 对方主动询问 是买电子烟的吗 三个起购 每个65元 同时还发来了一张图片 里面包括草莓 黑莓 蔓越莓等 13种口味可以选择 根据标注显示 这些电子烟 尼古丁含量3% 可以抽7000口 记者在这个网名叫 李叔的短视频博主页面中看到 它共有11个作品 其中10个作品为 自己吸食电子烟的画面 博主还在简介中 留了一个联系方式 记者通过这个号码 添加了网名叫 李叔正常接单的微信号 对方告诉记者 目前网上流行的 奶茶杯 大彩泡等电子烟 货源充足 而且有多种口味供选择 记者通过观察 他的朋友圈发现 从去年10月28号开始 他的电子烟销售 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部分电子烟的商家和厂家 为了扩大销量 还制作各种外观样式的电子烟 吸引青少年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的电子烟通过时尚的包装 多种口味 酷炫的烟圈 让年轻人产生浓厚兴趣 从而有了尝试的欲望 在蒙宠外表和水果等口味的掩护下 一些未成年人正在成为 调味电子烟的围猎对象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 采访对象都表示 这种披着伪装的电子烟 极易产生诱导作用 尤其对好奇心比较强的 未成年人来说 充满诱惑 而正是为了迎合青少年的 好奇心理 一些厂家生产的电子烟 除了常见的奶茶杯 猛虎杯等造型外 还被设计成一些 毛绒玩具的造型 记者在与多位电子烟卖家的 沟通过程中 并没有人核实过记者的年龄 这也给想购买电子烟的 未成年人创造了便利条件 一位网名叫物化战士的 卖家告诉记者 目前网络上的条味电子烟 主要市场在未成年人 有的人专门到初中高中卖 那么他把这个形状 变得不像电子烟了 他实际上在销售过程中 也是打一个擦边球 而且他的主要目标的群体 就是这些孩子 所以这是一个违法行为 他不仅违反的是 关于烟草专卖的相关的法律 而且还违反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 记者发现 近几年各地不断出现 向未成年人 售卖电子烟的案例 电子烟的使用者 正呈现出低零化趋势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 去年发布的 2021年 中国中学生和大学生 烟草流行监测结果显示 2021年 中学生听说过 电子烟的比例为 86.6% 使用过电子烟的比例为 16.1% 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为 3.6% 与2019年相比分别上升了 9.2个 3.5个 和0.8个百分点 使用电子烟的中学生中 最常使用的口味是水果口味 占63.8% 调味电子烟 因为口味多样 容易让人接受 有更强的诱导作用 国家对此是明令禁止销售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一些违法售卖的调味电子烟 质量低劣 甚至是三无产品 而医学专家更是建议 不管是不是合格的电子烟 只要是烟 所有人都要远离 记者在网上购买了 三款流行的调味电子烟 从外观看 这些电子烟的质量比较低劣 记者隔着外包装 就能闻到浓浓的香精味 另外记者发现 这些电子烟 有的外包装 没有中文标识 有的没有生产厂家和生产日期 都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记者调查发现 近期多地警方陆续破获 三无电子烟的案件 在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 211专案中 就查获奶茶杯等伪劣电子烟 1000余盒 电子烟距1200余个 涉案金额100万余元 据医学专家李满翔介绍 电子烟在物化后 会产生大量化学颗粒物 人体吸入这些颗粒物后 会引发呼吸道的损伤 也会具有潜在的致癌风险 电子烟呢 其实长期的吸了以后呢 对人体也会带来方方面面的一个危害 包括对神经系统 包括对呼吸道 对心血管系统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我记得有一个研究提示 那么尼古丁虽然没有直接的致癌作用 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致癌的一个 启动的一个搬手 或者一个启动的一个因素 那么它可以间接地来导致 人体很多组织发生癌症 林满翔介绍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病例显示 电子烟同传统香烟一样 都会对人体肺部等脏器造成损害 而现在很多电子烟厂家 以无害或减害为噱头进行宣传 不仅不负责任 还容易误导消费者 我觉得不仅仅是真正的香烟 也包括电子烟 特别是青少年 正在成长发育 那么以后的路还很长 不能因为吸烟给将来 带来留下的一些隐患 会影响你个人的一个身体的健康 所以说一定要远离香烟 包括电子烟 针对电子烟销售乱象 我国相关主管部门近年来 也在不断地加大监管和打击力度 早在2019年10月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烟草专卖局就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 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 强调中国各类市场主体 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国家烟草专卖局指出 很多电子烟企业 以年轻人作为互联网营销的重点 将电子烟标榜为 年轻时尚潮流的代表 用帮助戒烟 健康无害等 违背客观事实的宣传 误导消费者 导致未成年人 大多通过互联网知晓 购买并开始吸食电子烟 电子烟管理办法正是出来了 实际把电子烟的全类别 纳入到了烟草的类别里面 特别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 也有明确的规定 这个烟草对孩子 是一定是禁而远之的 宣传也不行 销售也不行 你在附近开店都不行 所以说法律是明确规定的 专家表示 电子烟行业乱象 不仅是某些企业的问题 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需要产业链上各个责任主体 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的办法出来之后 落实起来 各个平台可能要 落实好主体责任 对电子烟等相关的敏感词 要进行设置 而要进行巡视 巡查 专家建议 治理电子烟乱象 除了要定期开展打击行动之外 各主管部门要开展联合治理 不仅要赌上非法生产的源头漏洞 同时还要在销售环节和使用环节上 加强监管 另外 相关商家和互联网平台 都要负起主体责任 不给一些违法电子烟商家 留下暗箱操作的机会 各大社交平台也要及时封停 销售电子烟的违规账号 给未成年人成长 创造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 是啊 千万不要再让这皮着可爱 万一的电子烟毒害未成年人了 那接下来咱们再关注一起案件 前不久呢 有一位神秘买家 来到了重庆渝北的一家金店 既不试带 也不看款式 但是出手相当阔绰 一次性就购买了 五万多元的黄金首饰 金店老板呢 本来以为是豪客上门 结果没想到 却陷入了一起网络诈骗案 汪先生在宇北区宝胜湖街道 经营着一家黄金首饰店 2月14号 一名豪爽的顾客来到店里 一次性购买了 五万多元的黄金首饰 汪先生本以为这是好事临门 可没想到大麻烦也接踵而至 当时那名顾客走到我店里面 他的许多黄金和价格 然后他都挑了我店里面 最重的那奖 然后他既不时代 他也不看款式 最后也不要票 感觉不对劲的汪先生 立马赶到辖居派出所了解情况 民警调查发现 汪先生的银行账户 涉嫌一起电信网络诈骗 被外地公安机关依法冻结 黄金首饰价格高 一出手 诈骗团伙就盯上了这一点 为了避免商家怀疑 刨腿员往往编造各种理由 购买大量黄金 并要求商家提供银行卡账号 实则打进商家的银行卡账号内的 全市非法资金 而汪先生遭遇的 这名出手扩售的顾客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刨腿员 民警根据相关线索进行分析研判 第二天就在渝中区上京寺附近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张某某交代 他听朋友说 当刨腿员有高额佣金 没有金柱诱惑 金茶 自今年二月以来 张某某先后流窜于河川 同南 渝北区等多家金店 以购买黄金再转卖的方式 帮助电信网络诈骗分子 转移资金二十余万 从中获利一万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被渝北警方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视线在转向法国 葡萄园面积大 土壤肥沃 经常会有杂草 种植者通常都会使用 除草剂和拖拉机 清除杂草并修剪葡萄藤 不过位于法国克拉芒的一家葡萄园 另辟西径 请来了四只小猪 帮忙打理葡萄园 这是位于法国克拉芒的一家葡萄园 这里的酒庄主要生产香槟 眼下四只董董猪 正在清理葡萄藤周围土壤中的杂草 杂草不仅会夺走葡萄的养分 还容易滋生害虫 会对葡萄园的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除草剂和拖拉机 则会对葡萄园的土壤造成破坏 不过这些问题董董猪都能解决 董董猪是一种产自新西兰的 小型品种 由于头部硕大 双肩肌肉发达 这种猪无法抬头 够不到葡萄和藤蔓 不用担心它们瞎吃 而且除了枝掉杂草 它们还能随时消灭掉落的葡萄叶 接下来经营小动广告 稍后主播包磊将介绍详细的天气情况 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哄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 手麻 脚凉 养心用好药 专利药 一安宁丸 作为一种治疗关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 一安宁丸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祝您心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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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一滴水 激荡起精神的浪潮 一枚螺丝钉 诠释着平凡中的伟大 一个名字 扎根在这片沃土 一种精神 从这里广播在中华大地 六十载 穿越时空 你的样子依然年轻 你的名字更加闪亮 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 为雷锋同志提词 六十周年特别节目 2023年3月5日 辽宁卫视和您一起 有请雷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一时间早间气象站 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 天气进入八九以后 虽然一路向暖 但常有冷空气客串出场 扰乱升温节奏 前两天冷空气的忽然入侵 着实是又让我们感受到了寒冷 好在昨天开始温度转暖 今天温暖升级 白天最高气温普遍来到十度附近 其中大连沿口盘景地区是六度到八度 其他地区九度到十三度 全省晴朗阳光普照 大家可以安排一些户外活动 预计本次升温将会持续到周一 但是周一西南风较大 陆地四到六级 阵风七到九级 需要加以防范 周二新一轮冷空气来访 届时 辽宁中东部会再次见到雪花的身影 伴随着雨雪 气温会有明显下滑 气温起起落落 这乱穿衣模式似乎已经开启了 小伙伴们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 根据气温变化随时增减衣物 注意 做好春舞 春回大地 草木蒙动 万物复苏 一年一度的春耕春波 正由南到北在祖国大地上展开 但我国幅员辽阔 南北方气候差异大 各地春波时间也不尽相同 主要集中在二到五月之间 华南是我国春波开始最早的地区 海南岛 台湾岛 在每年农历春节后不久 就会开启全国春波的第一例 到了三月 广东 广西 福建 云南等 气候温暖区开始早稻插秧 另外重庆地区 今年前期气温偏高 土壤伤情较好 也会在三月上中旬展开春波工作 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 江南 江淮 江汉一带的农田 逐渐也热闹起来了 三月的西北地区虽然还是春寒料鞘 但土豆春小麦的播种已经率先开始 三月下旬 新疆地区的棉花播种 也由南到北陆续展开 四月中下旬 春天大踏步北上 我国两大粮仓 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 接棒开启春波第二轮高潮 五月 春波终于来到了 我国的产粮大省黑龙江 沉睡了一冬的黑土地 终于逐渐被唤醒 春波一粒素 秋收万科子 大家在春天抢抓农石 播种希望 期待金秋时收获新丰年 好的 接下来来了解 我省各个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增产创奇迹 红硕真给力 红硕总业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沈阳晴十一度到零下五度 大连晴八度到二度 安山晴十度到二度 辅顺晴九度到零下十度 本西晴十一度到零下四度 丹东晴九度到零下六度 锦州晴十一度到零下三度 颖口晴六度到零度 复心晴十一度到零下三度 辽阳晴十度到零下二度 铁领晴十一度到零下三度 铁领晴十四度到零下四度 朝阳晴十四度到零下四度 弹锦晴七度到零下一度 葫芦岛晴十一度到零下五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接下来咱们说一下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三体》 葫芦你看了吗 当然看了大家都看了 我不光是一口气追完的这个剧 而且我是一名援助党 作为援助党我觉得很多场景 真的是很符合我心中的想象 其实我的想法跟你也挺像 这部根据同名科幻文学作品改变的电视剧 播出之后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 那很多人认为这部剧呈现了 援助宏伟的世界观和人文科学幻想 又展现了精良的视觉效果 提升了受众对本土科幻剧的期待和热情 电视剧《三体》讲述了一场 基础物理学界的异动之下 纳米材料学家汪淼与刑警史强 顺着追查一步步揭开外星文明 三体世界的神秘面纱 找寻三体文明入侵地球真相的故事 剧集以现实主义的手法 挖掘并创作剧集内核 呈现了精致的视觉体验 和对援助质感的恰当还原 这个作品本身也非常有特点 它在这种视觉的奇幻性上 震撼这种视听感上 另外包括它的这个想象的高度 和哲学的深刻度上 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那么在内容上 它是完全完全一部中国式的 科幻的这个作品 我们来如何看待未来 如何看待人类自身 如何审视两个文明之间的碰撞 其实它有一种非常深刻的自省的意识 那么这件事其实是我们中国的 自古以来的一个文化传统 电视剧三体历时七年完成 涉及粒子对撞 天文 纳米技术等 主创团队多次与科学家研讨学习 把小说中所有科学部分的内容 先读懂再考虑拍摄的方案 三体这本书它所谓硬核科幻 它就是基于科技本身 科技的幻想 所以我们之前也做了大量的采访 我们六十多位科学家 到中科院 包括到纳米中心 我们实实在在地做了非常多的采访 然后根据采访这些内容之后 我们要如何把它呈现 近年来一批科幻影视作品相继有限 让人们看到这类题材作品 在价值观传递 类型化探索 工业水平提升等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 国产科幻影视剧该如何更好地往前走 也成为了业界关注的话题 科幻影视剧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作品 作品设定越多 需要前期准备的东西就越多 首先第一个它一定是要基于科学的 对 就是我们不要把科幻变成了玄幻 或者变成了奇幻 我们一定是要尊重科学 而且中国近几年来的科学的发展也很强 也有很多前沿的理论 第二个就是 我们能够通过一种想象力的呈现 科幻一定还是要对现实生活有所启发 专家指出 来自科学家的专业意见 为科幻影视剧插上了科学的翅膀 让这些作品更加具有现实观照性 让艺术创作的脚步走得更远更扎实 当观众围绕这些作品中的理论现象 展开讨论时 也会受到更多来自科学的滋养 我觉得首先它这种文学形式和这种影视形式 它是基于我们现在的社会的文化环境而来的 中国的科技发展的程度 这二十多年来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的 我们的宇航员能够上天 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空间站 我觉得观众已经有这个土壤 专家表示 当前中国科幻影视作品的创作 还处于起步阶段 随着影视工业化的日趋成熟 此类作品也将有更多探索和突破的空间 2020年 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学印发了 被称为科幻十条的 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 为科幻电影剧本创作 影片拍摄等提供专业咨询 技术支持 科学把关等服务 不断提高我国科幻电影 科技含量和科学魅力 不断扩大中国科幻的艺术感染力 和文化影响力 科幻和历史的这种结果 这样的科幻作品 它能够把中国文化带入科幻世界 带入科幻类型 这是一个文化交流 文化传播的一个很好的渠道打通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大的一个创新的点 我们也期待着能有更多的优秀国产影视剧的问世 那说到了电视剧 最近这狂飙热度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有些网友还被激起了二度创作的热情 他们用这个AI换脸技术创作的视频 而且在网上流量还真是挺高的 对此的法律专家表示 网络流传的AI换脸视频 存在着侵权行为 一个是这个肖像权 还有一个是这个名誉权 最后还有一个著作权 那么目前来看呢 我们认为它是侵犯了 比如说狂飙的这个 张思雯老师的肖像权 也侵犯了刘欣宇 他的制片者所享用的著作权等相关的权利 如果他造成了相关人物的这个评价降低 必然会是构成了一个名誉权的一个侵犯的 2019年网信办文旅局以及广电总局 发布了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对短视频平台进行规范 这里边又涉及到对于这种虚拟AI的这种 合成的进行发布传播的要求平台 一定要有明确的进行一个标志 让大家知道本身这是一个虚拟合成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权利人给你正是明确 他的权利被侵犯了 告知平台的时候 那种平台就必须做一个动作 马上告知上传的这个用户 然后同时你要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说删除或者屏蔽 如果他没做这个行为的话 平台和这个上传的这个用户 要成为一个连带责任的 AI换脸视频确实给不少演员带来了困扰 比如2021年8月刘浩然工作室发布声明称 有人利用AI换脸技术 传播对刘浩然带有侮辱性的视频截图 同时含有诽谤言论的聊天记录 该工作室表示已向警方报案 律师也提醒大家 如果发现自己被AI换脸 可以及时收集相关证据进行维权 那么对于演员 我们觉得尤其是在某一个阶段 特别火的演员 比如说现在张索文这种 那就是这段时间 自己的工作室也好 或者自己也好 最好是在网络上通过 现在都有相关的技术 就对自己的人脸识别 进行一个监控 看看是不是已经设计侵权 必要的话 就可以给平台 或给相关的这个侵权人发行 或者甚至采取 起诉这种维权的措施 这维法的事咱们可不能干 还是说这个狂飙 他不仅带火了一批 演技出众的演员 而且还带火了剧中很多 非常让人垂涎欲滴的 这个好吃的 比如说广东美食猪脚面 那高校食堂 也跟上了这一波浪潮 开学以来各大食堂 纷纷上心了猪脚面 也受到了学子们的一致好评 好 我们盘练一下 先说清华大学 最近学校餐厅 推出了飙飙猪脚面 20块钱一份 同学们做出了这样的测评 说人很多 需要早来一点 总体来说卖相不错 吃起来挺香 那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食堂 除了重磅推出了猪脚面 还上心了各色早餐 种类丰富 有同学就评论说 等考研复试过了 又多了一个打卡猪脚面的仪式 另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等 特意为新推出的猪脚面 制作了精美的海报 不过最贴心的 还要数浙江理工大学了 那除了猪脚面 肠粉还有饺子 学校食堂在二月份的时候 还免费的供应陈皮茶 这可真是对于电视剧 狂飙的彻底致敬了 多拳会是吧 这猪脚面的火爆 让学子们掀起了一波欢乐的小高潮 有人调侃说了 说这个吃了狂飙猪脚面 考试稳过优秀线 那电视剧前的朋友 不知道您家附近的这个饭店 有没有上兴猪脚面呢 回头咱找找去啊 好 要说现在的年轻人 喜欢敢潮流 喜欢复古的也是越来越多 95后女孩凌云是四川雅安人 四岁的时候开始接触武术 六岁就在武术培训班习武 十一岁就已经正式进入峨眉山 学习峨眉武术 那今年24岁的她呀 别看年龄不大 其实已经是一名峨眉武术的 飞翼传承人了 我叫林云 今年24岁 我是一名峨眉武术 飞翼传承人 四川雅安人 在峨眉山长大 在峨眉山学武术 我是一个军人家族 我的爷爷她退伍以后 她就觉得女孩子 也应该要自信 要独立 要像军人一样的 有方强义力 就老带我去工联里边锻炼 提了偶然的机会 然后可能有碰到了 培训班的练武术的小孩子 我是从四岁开始接触武术 从六岁去到的培训班 十一岁那年来到 峨眉山这儿八顶的 学习峨眉武术 小时候 我一点都不喜欢学武术 谁送我去学武术 我学会了我就揍谁 你要问我什么时候爱上武术的 我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我很虚细地知道 我好像离不开武术 武术成为了 我们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 它跟我已经变成了相互相成 我们不相成就的一个事情了 我这个环境里的人 我的教练 我的老师 很多人都在替我坚持 是他们给了我力量 让我偏移默化地坚持了这么久 有一次我参加比赛 我妈妈为了来看欧比赛 做了一些小球 我在井角区的时候 我回头看到我妈妈 这一瞬间我真的就感觉 这么多年的坚持 不是我一个人才能坚持下来的 我的父母为我坚持太多了 他们在这条路上默默给我的指引 其实比我自己说什么不太痛 我怕类人要重要很多 粉丝越多 可能肩上的弹子会越重 因为往往我们承担的 不仅仅也是产权 更多的是创新 我终于把我 曾经不喜欢的专业 变成我喜欢的 然后我又很幸运 把我喜欢的专业 变成了我热爱的事业 我可能忠喜一生 要为这一个充益之分的 我觉得如果一辈子 能做好这一件事情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希望我们要在传统文化当中 增加一些未来改善科技感 我希望在传统文化未来 能够更多的去做到货车 去做跨界 给更多年轻人 提供就一个机会 以及培养下一代 有身手 有想法 这小姐姐真是太撒了 那接下来咱们再认识一个 可爱的萌娃 最近河南一位 刚学英语的萌娃 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且她觉得自己 已经掌握了 英语单词里的窍门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 这个小萌娃 自己领悟的英语单词 看一看电视机前的您 能听懂吗 妈妈 妈人 姑姑是什么 姑姑 姑姑 爷爷 妈人 爷爷 妈人 妈妈 这是一个可爱又自信的 按照她的话说 孩子 小小年纪 你看会举一反三 这英语算是被她研究的透透的 好了 接下来咱们还是说 这个可爱的孩子 最近来自江西惠长县的 四名小学生 受到了警察叔叔的表扬 而且警察叔叔 专程赶到了学校 为他们颁奖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2月18号下午 一名只有2岁大的小男孩 在街上独自行走 途中呢 还不小心摔倒了 这个时候啊 走在放学路上的小学生 徐元峰 文黄斌 吴永强 欧阳中华见状 迅速赶了过来 他们先是扶起了小弟弟 进行安抚 然后呢一起在原地等待他的家长 大概过了10分钟吧 他们也没有等到这家长过来 但是又因为手里没有电话 没法报警 所以呢他们决定去找警察叔叔帮忙 他们就一路护送着小弟弟来到了附近的快警驿站 其间呢有人还担心弟弟哭闹 特意买来了一包薯片备用 在到达快警驿站的时候 四个人合力把弟弟抱了进去 并且向值班民警说明了情况 在民警想办法联系家长的时候呢 他们一直安慰着小弟弟 并且拿出薯片给孩子吃 由于天色已晚 民警让四名孩子先回了家 没过多久呢 小弟弟的妈妈也接到了消息 把他安全的领了回去 为了表扬这四个小学生啊 可以说民警也是特别的用心 2月20号 民警特意赶往两所学校 在全校同学的面前 对他们进行了表扬 有爱心又细心 机智又沉着冷静 这四名小学生啊 真是太棒了 为他们点赞 好的 接下来咱们继续看新闻 关注一场列车上的紧急救援 今年57岁的长春市民李先生 最近乘坐高铁来到沈阳办事 没想到啊 在列车上突发心梗 情况非常危急 在长春西开往上海虹桥的高1256次列车上 当列车驶过四平东站后 列车长杨超接到消息 三车厢有名旅客突然发病 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马上到车厢内查看旅客 现在就是躺在坐席上 四肢都没有劲 浑身冒汗 就是胸非常闷 感觉人像瘫痪了一样 当时旅客呼吸困难 情况十分危急 杨超根据以往救治经验 立即给旅客喂食了塑效救心丸 并建议旅客在前方铁岭膝站下车治疗 他回身现在抖着汗 这个已经湿透了 别凉了 你这样 这个稍微往前 对 然后这座椅我给他给放下 没事 先缓一缓 避着急 避着急 我下了塑效救心丸完以后 他说好一些 我说你的亲属电话高 可以告诉我吗 给他耳子拨打过去吧 他说我父亲有脑梗的跟人使 我建议咱们马上下车 商定就医事宜后 杨超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列车到站后 杨超协助工作人员将旅客扶下列车 目前旅客李先生身体已无大碍 并且前往长春西站 给铁路工作人员送来了锦旗 我们还是来说温暖的一幕 两年前安徽河北34岁的李玉欢 割下了自己左半叶肝脏 成功移植给了患病的女儿 如今他又捐献了207毫升的 造血干细胞混旋液 救助了一名医护人员 李玉欢说 医护人员救过女儿的生命 现在我能帮助她们也是一种缘分 二月二十二号做移植的 三个多小时 然后总共过滤了207毫升 他是一名医护工作人员 我女儿就是查出来 是先天性载到地上 做完手术以后 孩子肝脏已经不行了 2021年的时候 三月份就是用我自己的 昨半叶肝脏切下来给孩子 医护工作人员救过我女儿的命 现在我又去救过医护人员的命 太有缘分了 2015年的时候 我清歌捐献过造血干细胞 就是我全程给他陪护我 我想就是我们是年轻人 在我们有现在的能力之内 能帮助更多人 那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 接下来您将看到 当拍照保存收藏 成为常规操作 电子囤物证可以断舍离吗 帅气又可爱 看数百喵星人如何在梯台展示风采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 手麻 小凉 银行 养心用好药 折跑一跑 腰椎金盘突出引发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的时候 用输筋剑腰丸 传承四百年陈里记 制药精髓 专要专制 腰椎金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腰筋骨 驱腾痛 对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里记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 日前 新一轮江口明墨战场遗址 考古发掘工作 正在紧张进行 据了解 这个遗址位于四川 梅山市彭山区 目前已经进行了 五期考古发掘 江口明墨战场遗址 累计出水文物7.2万余件 重要文物2万余件 科学证实了江口陈吟的传说 再来关注我们现代的一些话题 想问问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 有没有保存了2万多张照片的手机相册 塞满了将近1000条 待看课程的视频网站 或者是已经使用了 2000多个G的网盘 有没有 别说 现在大家的手机和电脑里 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东西 像我也有 其实这些或许都是 电子囤物证的表现 那么什么是电子囤物证 你有电子囤物证吗 电子囤物证表现为光储存 不删除 在信息的汪洋里拍照保存收藏 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功能 虽然电子囤物看似无害 但其实它就像一个空间大道 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我们手机的内存 随着这些数据的增多 手机内存的不断扩大 168G 256G 1TB 但似乎仍旧满足不了我们的胃口 不想删它们 越存越多 最终的结果就不够用了 孩子的相片 所以不舍得删 这段视频或者是说 它的照片是带有情绪的嘛 都是有你的回忆嘛 所以就舍不得删嘛 那我们为什么忍不住电子囤物呢 这是因为电子囤物 既是解决我们内心需求的 情感性储存 也是一种为获得安全感的工具性储存 不过日常生活中 又有多少人会打开这些 看似有用的信息呢 久而久之这些信息 就堆积成了杂物堆 当时去储存的时候 我会觉得可能以后会用得到 但是真正去用得极少极少 应该是过一两年才会看一下 可能那些东西也不会常看 当然也不用因为电子囤物而过度焦虑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适时囤积也是一种必备技能 但是过度囤积也会影响日常生活 我们可以对电子物件进行适时的断舍离 做好分类管理 亦或者转化到网站 以此减轻空间负担 可以摆到网盘啊 也可以下载到一个油盘上啊 那如果是特别想要的这些技艺的话 可能就是做一个 做个视频啊 放在那个社交网络上就可以了 好 现在转向国际 当地时间24号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办了一场猫展 数百只猫咪齐聚一堂 现场是又可爱又温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浏览天下大事 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当天的猫展 吸引了至少900只猫咪和15000人参加 主人们抱着造型各异的猫咪依次登上梯台 尽情展现喵星人的风采 主办方表示此次活动的受欢迎程度超乎意料 由于参与人数超出预期 他们还临时更化了场地 主办方希望向人们普及 饲养宠物的相关知识 提高人们对动物的保护意识 当地时间24号 土耳其官方公报 发布了关于地震灾后 重建工作规定的总统令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诺 将在一年内重建住房 截至目前 土耳其共有超过16万栋建筑 在地震中倒塌或严重损坏 超过4.3万人不幸遇难 数百万人无家可归 目前受灾民众可以自主选择 离开灾区或在帐篷 集装箱房屋 政府资助的地方居住 美国多地日前迎来新一轮冬季风暴 加利福尼亚州受影响尤为严重 当地24号遭遇雨雪天气 旧金山市最低气温降至4摄氏度 打破132年以来同日最低气温记录 热烈天气导致连接洛杉矶市 和北部地区的5号洲际公路关闭 全美停电信息网数据报道 截至24号 加州有超过12万家庭和企业用户断电 24号 巴西东南部持续的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 已经造成至少54人遇难 约30人下落不明 上万人因为灾害天气流离失所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不排除发现更多遇难者的可能 近日因遭遇干旱 意大利最大湖泊加尔达湖水位显著下降 一些湖底区域变成了旱地 以往划船才能到的圣比亚交岛 如今靠步行或骑自行车即可到达 登上圣比亚交岛无需乘船的消息传出后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希望一睹奇观 据报道 加尔达湖水位已经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 比过去数十年间的平均水位 降低了60到70厘米 在肩盘突出引发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的时候 用输筋剑腰丸 传承400年陈礼记制药精髓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趋疼痛 对啊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时间 最近受气温回暖影响 黄河虎口瀑布